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杜月生他除了会做人 狠起来一点也不比张笑凌差 为什么这么说呢 民国时期的大上海灯红酒绿 纸醉精迷 吸引了不少商骨政客 但这里也是资深黑社会组织的温床 不小大一的组织之间火拼枪战 更是让人不得安宁 杜月生四岁就成了孤儿 幸亏后母尚给了他一口饭吃 才不至于饿死 但是在后母手里讨生活 那自然比寻常孩子不容易得多 十四岁时 杜月生之声闯荡上海 先是在水果行做学徒 虽说机敏勤快 还消得一手好力 但由于被冤枉 一气之下便辞了工作 随后在朋友的介绍下成为了青帮大佬黄金荣府上的杂役 他凭着机智忠诚 得到了黄金荣的认可后 先从马仔做起 最终成为黄金荣不可缺少的臂膀 自然 他在青帮的地位也跟着水涨船高 仅仅过了十四年 杜月生的风头便盖过了黄金荣 与黄金荣和张孝林成为上海滩的流氓三痕 杜月生在青帮中威望很高 他又善于在人情上投资 用他的话说 钱财用得晚 交情吃不晚 所以别人存钱 他存交情 一些达官要人都是他的坐上客 军政大腕 蒋介石 戴笠等人和他更是亲如兄弟 这样一来 杜月生很快就成了旧上海炙手可热的大人物 谁见了他都要敬他三温 不过 有人表示不服 不服他的是三合会的人 其实三合会也是帮众众多 并且他们的历史也是有数百年之久 在历史上还曾经和青帮有过矛盾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三合会原来是鸿门天地会的分会 早在雍正年间便在民间建立 随后一直从事反清事业 清末时他们还帮红秀全反清 助红秀全建立太平天国 夺取清朝的半壁江山 雍正年间 由于曹运混乱 雍正对管理曹运的官员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于是在社会上公开招聘有能力的人来管理曹运 当时天地会有三个首领偷偷跑去应辟 雍正看上了他们的黑社会背景 于是录取了他们 从此 他们的身份洗白成了服务清政府的官员 他们为了管理好曹运 便建立了青帮 以收徒弟的形式将船工们吸收进组织 后来徒弟越收越多 波及行业也越来越多 天地会的人自然对这三个叛徒嗤之以鼻 所以三合会就一直瞧不起青帮 到了民国时期 三合会在上海的势力和青帮势均力敌 虽说别的组织都在卖杜月笙的面子 但三合会却并不把杜月笙放在眼里 杜月笙是个和气生财的人 小事情上他是不计较的 所以面对三合会偶尔的小小挑衅 他往往是舍点小财 当交个朋友算了 但三合会却认为他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么厉害 所以总想太岁头上动土 挫挫他的锐气 很快 机会就来了 杜月笙在外国租界开了一家豪华赌场 赌场生意异常红火 三合会的地盘紧挨着杜月笙的豪华赌场 因此他们看着生意兴隆的赌场 不免动起了脑筋 这天赌场中依然赌徒云集 突然三合会的人冲进来绑架了赌场经理 并要求杜月笙支付高额的赎金才肯放人 杜月笙知道后 对手下淡淡地说 平了他 杜月笙放了话 那些追随着他的门徒们 立即摩拳擦掌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血洗了三合会 腥风血雨后 三合会的帮众死伤无数 不久 上海三合会便销声匿迹了 杜月笙轻松灭掉三合会 杀了许多人 案子当然不小 但由于他和军政两界关系深厚 再加上他又懂得赚钱 要大家同赚的道理 一些政要暗中都在他的拉拢下 成了赌场股东之一 所以三合会灭盟惨案 最后竟然不了了之了 自然 血淋淋的教训 也给其他黑帮组织 上了生动的一课 从此 他们谁也不敢和杜月笙叫板了 本期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期更精彩 喜欢的看官记得点个订阅 避免迷路 我是众恒传媒 我们下期见